舒服嗎 舒服 舒服嗎 舒服 筋膜槍震動舒緩肌肉疲勞 新冠疫情降溫後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社區發展協會 前往宜蘭一日遊 酒梅運動全身肌肉緊繃 一同出遊的鴻國德林科大休閒事業管理系 結合身體保健用筋膜槍作為教具 讓大學生與長輩們互動 推廣輕盈共學 我覺得其實這次的活動有 用筋膜槍這個東西是一個非常好的媒介 因為平常可以在家中 就利用筋膜槍能夠跟我的阿公阿嬤 或者是說我的爸爸媽媽 能夠用筋膜槍當成媒介 他累的時候幫他按摩 這樣子就是可以達到我們彼此之間的互動 還有我們的關係更加的親密或是溫暖 針對輕盈共學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希望找到讓青年人跟銀髮族之間 有一個共同的互動的模式 對老人家外面 他其實很喜歡他的孫子幫他 垂垂背按摩對不對 可是隨著科技的進步 其實現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新的一種技術 比如說像筋膜槍就是一個很好的設備 那我們系上因為有在發展這種 所謂的運動傷害的防護的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把這樣子的技術 轉移到銀髮族身上 第一次接觸筋膜槍阿公阿嬤們說 跟一般按摩垂背的感受度不一樣 視力均勻超級舒服 而且能跟大家互動 心情愉快 肌肉自然放鬆 洪國德林科大助理教授江崇彪指出 休閒運動結合觀光旅遊 衍生出的運動旅遊時下正夯 而且不分男女老幼是全靈化的活動設計 很舒服耶 他把肌肉放鬆 我本來就有這種肌肉緊緊的毛病 現在在弄很 就是很舒服 一個模組叫做休閒運動模組 一個叫觀光旅遊模組 像我們很希望能夠藉由運動休閒跟觀光旅遊結合 產生一個叫做運動旅遊 因為這個也是目前政府 尤其體育署在推運動旅遊 那我們一直思考 怎麼樣讓銀髮族的運動旅遊 是對他們的身心靈獲得最大注意 輕盈共學不只用筋膜槍作為教具 模仿動作猜詞語這類的團康遊戲 也能促進帶堅情感並達到運動效果 江崇彪表示運用不同媒介能創造多元活動 選擇名稱社區為合作對象 看中的就是他們的人老心不老 記者張日科 宜蘭採訪報導